恭喜朱婷闪耀欧联杯朱婷在2022到2033赛季女排 欧联杯首回合的比赛已经打完 朱婷带领一甲俱乐部斯坎迪奇 客场3比1大胜吐超加拉塔萨雷 朱婷首战欧联杯表现非常强势 首场比赛朱婷一个人砍下22 分全场最高夺得分王和MVP 比赛中朱婷不断被对手追发反观朱婷28次遗传 到位率达到了43% 一点不夸张地说朱婷是斯坎迪奇赢球的关键 朱婷本赛季加盟斯坎迪奇 拿到了120万欧元的超级顶心 换算成人民币达到了830万左右 朱婷用自己的球场表现证明斯坎迪奇钱没有白花 首场比赛朱婷大爆发 全红缠36口17重零失误两次被篮 同时还有两次个人篮网和三次发球值的 狂砍22分笑傲全场 同时朱婷的28个一传稳定了斯坎迪奇的防守 朱婷一个人统治攻防两端 带领斯坎迪奇3比1拿到胜利4局比分为25比17 25比15 19比25 25比12下一场朱婷回到主场斯坎迪奇打比赛 不出意外又会是一场大胜 朱婷还会拿到得分王 反观朱婷现如今28岁了 28岁的朱婷重回赛场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一点不夸张地说现如今的朱婷依然是王者 依然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国际婷 再反观张长宁 现如今才27岁不参加国家队的比赛 同时现如今也放弃拼牌超联赛 张长宁只顾着走学捞金频繁现身综艺活动 细心的球迷发现张长宁胖了不像运动员了 但是才27岁的年龄比朱婷还要小一岁 现如今中国女排正处在重建期 可以说极需要主攻张长宁大谈伤病 表示心有余力不足 被吐槽打着现役国手的名义捞金 对张长宁来说打破质疑的最好办法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专心恢复自己的身体 本身不差钱同时又嫁给了CBA有名的富二代 又何必被金钱所累 专心恢复身体或者去国外做手术 等健康归来带领中国女排崛起 相信球迷也不会吐槽她了 再就是果断宣布退役 这样球迷也不会惦记着张长宁回归赛场了 大家自然也不会把关注度放在她身上了 现如今张长宁表示不退役 但是又频繁地接代言拍广告 很多球迷难道想不明白张长宁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吗 钱固然重要 但是有很多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女排精神 比如捍卫心中的纳抹红 反观从农村出生的朱婷正在 一步一个脚印追随郎平的脚步 为中国女排而战 为传承女排精神默默奉献 当然有球迷吐槽朱婷为何不 打国际比赛而去外国打球赚钱 其实朱婷最早回到国家队报道 朱婷想为国出战世锦赛 只是中国排鞋考虑到 现如今中国女排处在重建期 蔡斌现在还是在磨合阵容 想要拿到荣誉有难度 再加上朱婷刚刚商与归来 没有必要消耗朱婷 同时把目光放在两年后的巴黎 奥运会或者接下来的杭州亚运会 朱婷去海外打球一方面是海外 俱乐部的水平确实比排超连赛高 朱婷能尽快适应欧美球员的打法 再就是朱婷还可以赚到钱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大家说对吗